那我那天有帶她去一個進學校 然後因為她們就說媽媽喜歡朋友 她是很喜歡 對不對 所以我就帶她們去 其實蠻過敏的 自己會進教室 必拉營 然後想要去進學校 所以其實媽媽比較是好興趣 第一個學期來講 大概二十內 有的時候譬如是價格主持的 對對對 就是還是得譬如說 離我們近不近啊 交通方便性啊 還有就是說這個環境小孩子很喜歡 那我覺得我進去參觀的時候 小孩子都會有很多禮貌 看到我們就會說你好 就是我們原本有想要選全美 但是我發現就是我還是比較喜歡 我小孩子多方發展 像我後來看一間我蠻喜歡的 是她有一些體驗課 幼幼班其實不需要方便 她有一些協調啊 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蠻好的 因為我不是只希望她擴展最乖乖的臉書 還那麼小 要去開發一些 因為像我女子喜歡跑動跳跳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她有一些 她們有音樂課可以敲敲打打 這樣 那我就想說 這樣好像也還不錯 還是說現在租的這裡把它買下來 是有在想說這個店主機吧 對啊 但是還是要給我老公信一下 等下吃一點點 對 等下吃一點點 對 等下吃一點點 對 等下吃一點點 我基於一個健康的考量就是 我副程其實要休一年半到兩天啊 再加上因為我那時候月子做18天 就被經紀人叫到 經紀人在哪裡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健康是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因為第一胎的關係 我們不花很多行李 所以我也希望我給她有其量一點的關愛 因為如果太快有第二胎的或什麼的 你知道那個情感上面就有點被混淆嗎 對 因為她現在已經會跟家裡面的公共混混成熟了 對 所以就 所以我覺得搭一個兩三次我覺得OK啊 就是不要混淆 我們說幾下吃 那是個水扣的 很高興 對 這位總體 就要吃 那是個水扣的 稍然 是 有